民進黨籍的龜山鄉長涉嫌 收賄結果活生生的被逮 而且邱毅透露說在過去 蔡英文還曾經誇她是龜山奇蹟 下課繼續開講 各位觀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郭紀敏 我哭哭 哭哭今天要和大家繼續來開講 今天大家最注意林萊豐的林書豪 他的代表紐約尼克隊今天沒有比賽 所以我們今天才來講一些 給大家有興趣的事情 今天有一個新聞 庫哥很注意 這個新聞是誰呢 大家來看這個新聞 湯圓啊 孤山鄉的鄉長叫做陳志摩 這個鄉長就是這個 這個鄉長 這個鄉長呢 收紅包 收包裝的紅包 收十五萬 結果喔 有調查 叫我的調查員來抓到 要抓喔 要抓喔 要抓到的時候喔 她怕 轉到調查員說她要放了 結果走在便租裡面喔 為便租 這個便租在這裡 為便租的湯圓喔 把她收的十五萬喔 那紅包的錢喔 湯圓的錢喔 十五萬喔 為湯圓我們全彈出來 就這 就這啦 十五萬喔 那彈出來之後呢 結果讓調查員 相同去抓到啦 相同去抓到啦 相同去抓到這十五萬啦 還叫做人贓並貨啦 所以比這是貪污這個喔 比這貪污的現形犯 你抓到 活呆啦 當場活呆啦 他比這貪污的現形犯啦 這有夠小虎 大家想看看 貪污啦 要讓他抓到啦 結果調查員 他說要放流 金長說要放流 走到電所裡面 要把那十五萬喔 為湯圓都給他彈出來啦 結果彈出來之後 調查員也是把你抓到 比這現形犯 那都活呆啦 這人才有名喔 因為湯圓的龜山鄉喔 龜山鄉大家知道啦 台北感受啦 就是放在龜山鄉啦 所以阿鼻子就是 關在這個地方啦 關在這個鄉裡面的感受啦 所以是不是阿鼻子 來看他之後喔 貪污的氣氛喔 全越來越重啦 大家都學拍他啦 但是這個人喔 有名喔 去月廢跟大家說 這個人什麼人啊 因為這個鄉喔 他裡面有很多貫窟 就是國民黨的替票區 所以這個鄉喔 過於當年以來 都是國民黨在做鄉頂 但是呢 但兩年以前啦 他改選鄉頂的時候喔 所以民進黨去贏他喔 民進黨這個鄉頂叫陳志摩 去贏他啦 所以這是民進黨在這個鄉啊 在古山這個鄉啊 第一邊啦 這個鄉頂給大家來看喔 非國的新聞啦 那時候啦 蔡英文喔 蔡英文就說喔 說這個陳志摩 他剛才那個 那個貪污和錢 帶出那邊塑湯 外面的房子 說陳志摩喔 是歸山奇蹟啦 說他是歸山奇蹟啦 就是說蔡英文那時候 說這個陳志摩很厲害啦 可以把這個古山這個鄉喔 可以為國民黨的手來 把它拿回來啦 他說這個歸山奇蹟啦 沒有像說蔡英文 說的事情 兩黨以後 說一語成稱啦 比這屬性啦 那真的是 真的是歸山奇蹟啦 為什麼呢 不是說蔡英文拿錢 為蔡英文拿出來 那種捏到 那種佛貸這樣而已喔 大家看這大新聞 高下笑話 他說喔 這個鄉頂啦 大家來看這個 他說喔 他說喔 他親信A錢 親自上陣收費啦 什麼意思大家知道啦 就是說啦 他懷疑啦 懷疑說他沒了啦 他的親信啦 他把包廂拿錢啦 那A錢啦 他想想的說 我的親信 我的無聊 那貪污 那A錢 還不如說我鄉頂 我自己親信來收啦 你看 有借貨沒有啦 那真正奇蹟啦 就是說他的無聊 本來就在貪污了啦 他把包廂拿錢啦 那他想說 無聊拿錢 他分借啦 他分借啦 還有無聊 所以他分無 本無乾脆怎麼 乾脆自己要收錢啦 結果自己收錢 收十五萬 但是他其實收多少 不知道啦 就領到十五萬了 剛才調查完 他收索啦 他想說 哇塞啊 十五萬直接放在哪裡 做賊心虛啦 全找他便宋 說要放到 找他便宋 把那十五萬 為桶子彈出來啦 你彈出來 那你彈出來 雖封活呆啦 這就是 蔡英文說的 歸山奇蹟啦 但是 孤蠻人搶避不罪啦 蔡英文 自己的宇昌案相同啦 你也是貪污啊 所以說 你蔡英文做 董主席 魯秀蓮就說啊 那你 東來裡面貪污的人 那麼多 那俄羅斯娃娃 一個一個貪污 你蔡英文 要怎麼管 要怎麼處理 你沒辦法處理嘛 因為你蔡英文 你自己也遇到 你也貪污啊 那你撿的副手 蘇家傳 自己也貪污啊 你是要怎麼處理 加加金 這個陳志摩加啦 所以蔡英文說 陳志摩歸山奇蹟啦 真正是有夠笑虧 有夠好笑